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面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这个礼拜一篇名为 Web 3.0与中国五官的文章 在朋友圈封转 一夜之后又全部被删除 这篇文章是由自媒体量子学派 在企业微信公众号转发 量子学派是一个专注在 自然学科的自媒体账号 曾经在2018年出版过 人人都懂区块链这本书 全面的介绍了区块链相关的知识 并且曾获中国颁发的 十大科普自媒体奖项 这绝不是一个街边小报 而是在国内的区块链领域 颇有分量的自媒体 这么阵容发挥的标题 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而文章中作者开篇名义 直接就说到中国没有Web 3.0的土壤 并讽刺那些身在大厂 要逃离现在岗位 追求新革命理想的人们 作者同时呼吁在2020年别瞎折腾 稳定吃饱饭才最重要 随后作者给出了 对Web 3.0的三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 Web 1.0时代 可读代表多为猛乎网站 如Yahoo、新浪等 它能给用户提供信息 Web 2.0时代 可读加可写 是以Twitter、微信、微博、Facebook、TikTok为代表 这个阶段 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产生内容 在Web 3.0时代 特征则是 可读加可写加拥有 Web 3.0中产生的内容 数据由用户来拥有 不受平台的控制 这个看似是一个小小的变动 实则是底层逻辑的彻底更换 第二种理解 Web 1.0为半中心化 Web 2.0为中心化 Web 3.0即为完全去中心化 举个例子说 就是在Web 1.0时代 除了中心猛糊网站外 个人网站也占了半壁江山 二者鼎立形成了半中心的生态 Web 2.0则完全形成一个信息孤岛 大的科技公司垄断了数据 在Web 3.0时代 则是纯粹的去中心化 所有数据完全由用户来主宰 第三种理解 Web 1.0和2.0是信息互联网 Web 3.0则是价值互联网 1.0和2.0本质上在传递信息 侧重消费 而Web 3.0则是在传递价值和创造财富 作者用六点结论总结了 为什么Web 3.0将会为人类 带来全新的变革 第一点 Web 3.0将重新打造一个 基于数据的财富体系 第二点 它将重构未来的跨疆域的数字支付系统 第三点 出现了真正的跨产品平台操作的 用户数据库 第四点 出现了基于私钥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第五点 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数据主权并自由支配 第六点 它将在虚拟世界无摩擦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现代金融 可以说 谁先理解并发展Web 3.0 谁就能站在21世纪的新高地 1993年 克林顿出台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建设 创造了辉煌的十年 并由此获得在Web 1和2.0时代 全球领先的地位一直到今天 2020年之后 全球都处在由Web 2.0向Web 3.0过渡的关键节点 谁能在此时建立完整的Web 3.0生态 谁就能在下一个20年内领跑时代 那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中美目前的资本布局是如何的呢 让我们先看美国 A16Z 这个闪耀硅谷的明星风险投资机构 它是Web 3.0投资领域的绝对领导者 在上个十年成功投资了Twitter和Facebook等一众知名项目后 还在人们普遍认为加密世界还是骗局的时候 A16Z先后八次投资了Coinbase 并在Coinbase的最后上市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之后又投资了OpenSea 控制了NFT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交易量 除了A16Z 大名鼎鼎的红杉资本 也在2022年投资了20家Web 3.0的公司 另一个Coinbase Ventures 这家天生具有Web 3.0投资基因的公司 在今年的短短4个月之内 就已经投资了80家公司 可以说在资本投资方面 美国的布局已经逼近白热化 再反观中国 前不说风险投资 中国的供链在哪 钱包在哪 矿链在哪 时间戳 身份验证 DeFi合约 到公司 突林基在哪 在这几个领域和美国那边的项目 抗衡的可能一个都没有 欢迎大家看完这个文章的内容 也有一些感触或者说想法 那下面就是我根据这个内容 给出一些我的看法 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 就是科技的发展历程 我觉得 就是在我目前看到这些科技巨头中 不管是美国中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 其实都不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 我们就拿中美举例的话 这个像微软苹果 然后到谷歌亚马逊 然后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 四街跳动 华为等等这些web2.0中的巨头 彻头彻尾的改变了全球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然后呢波浪式的也直接会间接创造这个时代的价值 但是我们想想是否这任何一家企业是靠政府所做的规划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呢解放了中国的发展 然后让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各国可以合作或竞争 我们在上世纪末与这世纪初也赶上了互联网的时代 足以有众多优秀的企业可以为全世界创造财富 上个十年依托宽松的资本环境与创业环境 我们看到社会的财富积累 企业有得也有好的发展 但是目前呢 因为疫情的到来 我们也看到了监管 然后风气的越来越严 势头变得也有一些不对劲 并且从疫情的这几年 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 例如这个蚂蚁金融的重重打压 然后呢对教育行业也是这种毁灭性的一刀切 不仅让人感到比较失望 然后非常的对这个事情觉得不是特别的可理喻 就连最近上海乃至全国的疫情处理问题处理上呢 我们也看到了种种问题 就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去批评谁 我认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 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点连生线 线连生面 看到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与斗动 那纵观现在国内的互联网 行业以及市场已经发展到了瓶颈 技术与市场处于这个非常饱和的状态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在呆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逼得企业只能出海发展 就是文章中这个作者所提到的 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不是没有布局web3 但真正还是在出海发展 不管是出海找到新的市场 还是收购投资海外web3的这种企业 但最终虽然这些企业的出海成功 会为他们自己带来很好的发展 但中国的市场怎么办 中国的市场之后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web3的本质是在于去中心化 由于加密货币常常又是 与web3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仍被一刀切的将整个行业被禁止 正如之前我们在讨论Masari Crypto Citizen 那几期视频中也说过 加密货币是需要政府的这种监管和引导支持 而非完全将其作为这种违法的一种行业 然后并全面禁止 web3的发展在我看来是必然的趋势 但从我最开始接触web3的时候 我也曾经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这次会如何接纳web3 web3中涵盖的一些本质 是解决我们所处的web2.0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过度的中心化的网络 让我们这种轨迹与数据都紧紧的掌握在少数企业中 然后每个人都被标上了无数个标签 并推送着无数个广告 我们使用这些产品产生的数据 才是为科技公司创造这种富可敌国的财富关键 但是作为用户呢 我们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 数据的隐私泄露 存在了很多未知的风险 然后内容创作者的分成被平台所控 并且独创内容面临被抄袭 无法追溯的这种僵局 音乐创作者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 同时用户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web3的关键就在这里 将互联网还给大家 然后让所有人有投票权和回报 以及独一无二的确权 可以平等的参与到互联网中 那其实 对于中国来说呢 很多问题 我觉得就是智力引用 这个作者在文章中说到的 就是 其实就是四个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不研究技术的本质 然后第二个 其实就是不研究未来的趋势 第三个是不分析具体的原因 第四个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然后所有监管和严控 都是模糊的反复无常 但是我有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真的需要web3吗 中国web3中 这个所解决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是问题了 就追逐web3是为了什么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 是为了这种逐利投机 追求自由 还是说因为真正对它的存在 与发展有单纯的这种激情 在我之前一些经历中 也接触过一些创业 创业者和投资人 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也在思考和与他们讨论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创业 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当时他们给出的答案不一样 但有时我也会想 我也会在想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味的 在用美国的价值观的滤镜下 来看待一切 web3是否是会为中国 创造真正的财富和价值 如果它不适合中国 或许中国的创业者 能做的只有选 就是选择走到其他 世界其他各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想接着Michael的那个 就是谈论的问题 抛出自己的观点 就是一些前见 其实我们回顾中国 在web1.0和2.0时代 中国无非就是将美国成熟的模式 copy-pass过来 在这个时期中 中国同样不掌握底层技术 利用中国的市场和防火墙 养成现在中国 那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科技公司 那是否就可以说 到了web3.0时代 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就跟在美国后面 等美国把整个模式的坑踩完 我们再迅速跟进 用中国的速度和市场 再把这块给补齐呢 我认为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 就区块链十几年的发展 早就证明了 如果只是自己闭门去造车 排斥工链 打造自己的私链 甚至联盟链 这种路子是行不通的 web3.0的基因 就是为全球化 去中心化而生的 第二 去中心化这个理念 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有着天然的冲突 这点就不方便 再深入谈论下去了 因为大量的web3.0的人才 就是宜居海外 在国外传卖公司 这些都是中国 想要发展web3.0 这个领域的绝对损失 我相信作者的那句 web3.0的发展与中国无关 但我同时也相信 web3.0的发展 绝对是和中国人有关 希望我们的这个讨论 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 那欢迎可以在这个评论区 展开讨论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希望 可以理性的对待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事实 至少我们 希望是可以持续的学习进步 然后靠我们自己的头脑 来挖掘世界的真相 当然挣钱也是很重要一点 但是呢 对我来说 我觉得 更愿意去把它排在思考 挖掘和学习的后一位 我一直认为 就是如果你可以先弄清楚 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 金钱数字绝对会跟着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建立财富的方式之一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 找到自己 做自己 谢谢大家 最后别忘记订阅 然后等待我们下一期的视频